280部自行車一次排開相當壯觀 新竹市政府在今年度編列140萬金費 採購280部自行車 同時投入社區巡守隊的工作行列 27號上午在新竹市政府前廣場舉辦政策儀式 各社區邻里的巡守隊員也到場接收這批巡守行李器 配置巡邏自行車站不站 增添了280部自行車 大概經費140萬 投入在我們全市83隊的巡守隊 來協助我們所有的巡守隊隊員 在市區巡邏的時候更加便捷 今天這樣子的一個授證儀式 除了增加使用的工具之外 讓自行車因為自行車的添購 讓我們的巡邏的這個弟兄們可以更加便捷之外 更重要的是透過這樣的一個授證儀式 要來感謝我們所有這個83隊 大約3633位的巡守隊員 對於城市治安工作的努力跟奉獻 社區巡守隊在夜間進行鄰里的安全巡邏 一般都是巡邏車或是機車 再來就是徒步的方式 但是部分區域相容較小 自行車巡邏反而更方便又能健身 根據平面媒體最新調查 新竹市民對治安的滿意度 從104年的61.5%提升到79.49% 充分展現警民合作團結的結果 我們跟新竹市警察局有做這個六星計畫 六星計畫 所以我們希望說針對這個我們巡守隊的弟兄 能擴大 以前我們只是巡守這方面就對了 那當然我們希望說可以的話 也包括一些協助地方派出所的警察局 來做這些治安的維護就對了 目前新竹市巡守隊共83隊 眾計3619人 為讓全市巡守隊擁有更加交通工具 市府投入140萬元 增添280輛自行車 不只讓執行勤務更便利 還兼具環保健身與節能減碳的功能 凱破新竹萬事聯採訪報導